大家好,我是Baron 今天我們就來抽個獎 因為今天好不容易到第八天 我們的三十天直播大挑戰大概走完四分之一 YES,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驚豔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來抽個獎 那我們今天抽的是Newskin的韓國水面膜 那這個,因為正好我有看到我朋友最近在抽這個 然後這一隻正好有抽獎 所以我們就也來抽這個 好,那大家還是介紹一下 那這個是韓國出來的 所以就是它對於幾乎蠻好 然後它的精華也蠻多的 就這個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等一下我會講說要怎麼抽獎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就在下面幫我 完成我們的抽獎試好不好 畢竟不拿白玉碼嘛 反正都免費的面膜 對不對,就大家一起來抽個小獎 欸,那射他後就不見後就演 你的汽車就弄怎麼樣 汽車汽車 嗯,不是鬧咖啡嗎 好,ok 那我們今天抽獎 反正最後我們抽就是這個 韓國水面膜 那現在我們就來講講一下 直銷的,今天我們主題就是在談直銷的優缺點 因為我們昨天有講過直銷被別人詬病的理由嘛 那我們今天就來大概簡單的講一下說直銷的優點還缺點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今天就直接開設 那影片最後才會講說我們今天抽獎是要抽手 那如果沒有看到的我們直播的朋友 抽獎事宜然後會放在留言處 就是大家不用擔心 讓大家都有機會抽一下我們的韓國水面膜 OK,那我現在就來講我們今天的主題 直銷的優點 那我們當然先講好,再講好 然後第一個就是直銷的創業成本 因為Codeo有一些 要你交高額度會費到三萬五萬塊 那個我就不算了 那種是屬於我們說過的 壞的直銷公司 那好的直銷公司呢 事實上它的創業成本是非常低的 不過看過有一些人七八百塊 你就可以開始 你的一些你的直銷事業 或者說你想做這個 你只要炒個可能一兩百塊 那事實上講的你也公司靠一百塊 不可能活過來 那這一個就是說 通常它的創業成本是非常低 你要入門是非常簡單 而且它不像是醫學公司 還需要比你教學歷 沒有 因為通常直銷公司不會教你學歷 所以這是它的第一個優點 就是所謂的我們的創業是 什麼是非常的低廉的 然後第二個是建立自己的私產 就是說因為我們賣出去 事實上我們是可以直接收進來的 不是說我做 做多少我拿到多少 是說因為我們平常在外面工作 我們做是以很多時候都是以時薪來算 所以呢我們做得多不代表會拿到多錢 但是說直銷就是說你賣得多 你自然賺的就多 所以說建立 你是在建立自己的資產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第二個 就是說你是在幫自己賺錢 而不是在幫老闆賺錢 那我覺得這就是第二個好處 第二個優點 那第三個優點 倍增是經濟 大家肯定 因為在直銷的人很多嘛 依照統計下來 2300萬人大概有300萬人是做過直銷的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都接受過直銷 那如果你做直銷你就知道說一定會有拉下限 那也就是人家所講的倍增是經濟 那也就是事實上這方面就蠻簡單的 每一個人都在拉量販店 就是原本我們就把自己當成一家商店 那如果想做到你就要增加量販店 那也就是我們所謂倍增是經濟 那也是非常簡單的就是倍增經濟學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關於倍增是經濟的概念 那這方面就不太講 因為每一家的經濟公司都有關 或是說他的直銷公司都有關於他 如果拉人之後 那個增加獎金趴數字要怎麼算 然後接下來第四個是時間空間是自由的 因為呢他不像是我們現在要找八晚五這樣的工作 他的時間跟空間可能你遇到 那出去玩你都可以做到這個方面 你可能出去玩 然後人家有人看到你這不錯 然後就是在那邊用 然後人家給你提分好 問你用什麼 然後你就跟他說我是可能 像是我現在講這個 我可能說我用這個面膜 那你可以幫我買嗎 他說可以 我就說可以啊 那事實上我就想賺到錢 所以事實上他時間空間是非常自由的 就是我覺得說這是直銷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不用被時間或空間一定要綁住 請假很麻煩 你是對自己負責 然後第五個通常是叫好的產品 那這方面是我要特別想要在好的直銷公司 因為爛的直銷公司連零補塔都賣給你啊 所以好的直銷公司會努力的研發產品 那壞的直銷公司我們賣人頭 我看過賣零補塔的賣床位的 然後賣手機號賣手機號 事實上我覺得那的話我們就沒有 自然就沒有叫好的產品嘛 所以好的直銷公司 因為他們已經把他中間的大盤中盤小盤廣告費用全部消掉了 所以理論上他 所以他花錢幾乎花1%上面的錢會比一般的還要更多 那就是我講的 目前講到第五個就是叫好的產品 那第六個與喜歡的人共識 因為通常你進來這邊 你進來這個公司 你會說我們就是來這邊工作 那事實上大家幾乎都是報說我是來幹嘛賺錢的 那大家也是通常是自願的 你通常不會是非自願進來的 所以如果你非自願進來的那不好意思 那你可能真的都錯誤了 但是通常我們是自願進來的 會不會在這邊留下來可能都是大家是類似的人 因為大家都是想要在這邊成就嘛 來這邊賺錢嘛 所以最後你會與一個志同道合比較喜歡的人共識 那第七個是個人成長 因為我們公司他需要你來幫忙把東西賣出去嘛 所以他一定會需要提供你非常多的課程 像是零工經濟方面 零工經濟也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或網路行銷 或是在各方面那這個都屬於個人成長 所以然後還有免費要教你說產品要怎麼弄嘛 或是說要怎麼跟你相處跟人介紹 然後事實上我覺得很多方面這個都是通用 像是你要怎麼跟別人講話 你在台上要怎麼樣介紹 那這個在每一個地方都是可以使用 而不限於指教你 那就是我以上就是我認為的 看一下我大概寫了七個優點 那既然我後面會講幾個 就是有優點一定有缺點嘛 那我這邊就再跟大家講一下幾個缺點 那第一個就是有些人 就是有一次在賣壞的資料公司賣人頭的 我們第一個就講到是快速致富 那事實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快速致富了 因為如果你要快速致富 實上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畢竟成功的路是一定會是經歷很多失敗的 所以才說如果你當初抱快速致富借的話 那可能就不太適合 但是很多人卻 依然有很多公司拿這個來拉人進來 那這樣 你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被拉進去 你就會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那當然就不太好 那也是會造成我們後面第二個感覺 也就是不好的聲譽 因為很多人在想拉人進來的時候 都是採用騙人的方式 所以是比較不好的資料公司 他以拉人頭入會費為他的最主要收入來源 那這樣事實上就會有比較不好的聲譽 因為你一直欺騙他 所以就是我們昨天有講到 我們要抱持的是一個誠實的概念 如果人家問什麼我們就回答什麼 我們給人是價值 我們對人要就是一個真誠 因為如果你真誠人家 至少你不會有被吸收騙的感覺 所以就 但是很多人還是為了要達到目的 而不轉租騙人的方式 因為這的確 我們畫大筆嘛 讓大家覺得說很美好 那這樣畫很容易就造成說不好聲譽 而在他進來之後 就很容易變成說 假設他沒有在這邊成功 或是說他發現他被欺騙 那這樣畫就對整個直銷世界 都是有一個不好聲譽 所以在路上大家是很難在裡面賺到很多錢的 尤其是大家可以去看 那這樣畫 我們抱著一個是來賺錢的心態 但是如果你堅持了多久 那這樣畫我們耐心有限 可能就會說 我這邊上了那麼多課 我一次可能我到一個月才賣就一兩百塊 那這樣你會覺得心情沒受嗎 正常的 那這樣畫 我就說那我剛才去Seven Seven可能打工兩小時就超過我在這邊一個月的收入 那自然你就很難在這邊成功 所以一般人的耐心是有限 那當然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 就是假設一百塊慢慢負利 假設成一點一倍好了 慢慢負利負利負利一直滾上去 那這樣事實上很快他就可以超過了 假設一個月一百喔 這樣慢慢負利大概 我介紹好像兩年左右 就會超過很恐怖 你就變成很恐怖的錢了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看看 就是說假設他單利 單利就是我們平常的所謂的時薪嘛 大概像現在時薪基本是一百五 那當然單利慢慢這樣加起來 那就叫單利嘛 我們一小時一百五 兩小時三百 三小時四百五這樣 那負利就是不一樣 就成一點一點一點 就是一直乘上去的 那這樣到做事實上負利 後面的效益 會比前面的 會比單利還要高非常非常多 好這就是 但是很少人會存到那時候 所以才說你就一般耐心有限 然後再來是第四個 業餘領導業餘 因為往往我們帶進去 有些人事實上還才剛開始做的 對但是就變成說我帶進來的時候 所以就變業餘領導業餘 就是說我們上線事實上也不夠資深 所以就變業餘領導業餘 所以你就學到中間就是 爛 就是才藝這個資格形容 然後再來就是第五個 第五個是 前期對已有人脈損害比較大 就是說因為我們一開始在接觸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推銷我們的親友 或是說你覺得說我們在接觸的時候 你自然覺得最親近的人一些人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變成 我們一直在損害我們人脈 尤其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太多陌生開把手 你就只能一直在推銷 那可能一開始大家 好朋友都會說好啦 我不是給你捧場一下 但如果你到最後都一直只有推銷 而沒有在做你跟好朋友之間聯繫 那他這樣就覺得說 我們之間的關係太勢力了 你為什麼你只有在賣產品的時候才找我 那你平常跟我多多相處 那他這樣就會對你反目成仇 講簡單一點 就是你只有在賣產品也找我 那朋友都不找我 那這樣朋友就沒得做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沒有什麼是可以輕鬆達成的 畢竟每個事業都是一樣 你想要做一個事業 那沒有什麼是輕鬆達成 那一樣像是我做的保險 那保險事實上反而要更多的行銷 而且他的門檻 雖然也是很低 但是反而還比直銷還高 因為保險還要是考 關於保險方面的考試 你要考過這個事 你才可以做保險 事實上保險 雖然他也是行銷 但是事實上他的門檻還比較高 所以直銷是真的沒什麼門檻 但是 不管怎樣 要成功 你就一定要先付出 沒有付出 你就不要想成功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所以沒有什麼是不老而過的成功 只有你願不願意付出 所以這邊就是我以上的見點 那我們今天直播到這邊結束 然後另外我待會把我們的抽獎的相關資訊放在下面 好那就這樣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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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